創世基金會對外募款請來藝人代言 擔任創世基隆分院代言人的藝人林夢瑾 他的奶奶也是植物人 非常能夠感同身受 呼籲大家只要捐款1000塊錢 就能夠獲得蔡康永設計的T恤一件 穿著由蔡康永設計的T恤 藝人花花出席創世基金會活動 外公長期握病在床的藝人林夢瑾 看到植物人家屬為了籌措龐大醫藥費 面臨生計和照護兩頭燒 相當感同身受 像我外公他之前也是長期我病在床 那你可以知道說那樣的病痛 那家人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大的心力 那對於一般家庭來說 那真的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原本計畫年底和男友晨曦結婚的花花 日前卻傳出無限期延期 被外界懷疑兩人感情已經走位 但他否認情變 對我來講我覺得結婚本來就沒有很重要 那現階段就是工作真的還滿忙碌的 然後除了工作之外 然後還要做這個公益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現在是以工作為主比較好 長期協助植入人的創世基金會 今年將擴大基隆分院規模 民眾只要捐款一千元 就能獲得蔡康永設計的T-shirt 創世基金會請來藝人代言 希望更多民眾能慷慨解囊 郵件TV紅彩亭雷文浩台北報導